冰冷的露珠和迎寒而放的菊花 都是寒露时节的标志 寒露时节在秋风的拥抱下 我们走进素有菊成美誉的广东中山小岛镇 寻觅第一批盛放的秋菊 赴一场晚秋之约 菊花在我们中山小岛的话呢 有700多年的历史 然后慢慢地就围成了一种 种菊 赏菊 品菊 吃菊 还有益菊的一个传统流了下来 对 包括像这个崇阳节喜欢吃菊花 是的 包一些饺子 包饺子 对 我多一次听说还有这么多做法 来 我们去做个菊花宴给你吃 这个味道真的很特别